在等了八年之后 我们终于等到了新一代的 Nissan Almera 登场 而且这一次的 Nissan Almera 还是 Turbo 的车型 如果你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这一次的试驾影片 你千万千万不可以错过 Zill me 我们居然试驾的 Almera 是顶级版的车型 所以它配备了 LED 的头灯植 LED 的燈子 从外形看来它和上一代的圆轮风格有非常大的改变 这一代你可以看到它采用 V-Motion 的前脸设计 然后非常锐利的头灯组 看起来比上一代年轻很多 帅气很多 有一个地方要告诉大家是 大家看这个 Logo 它是扁平的设计 代表着它是内建这个 Sensor 它支援这个 AEB 还有前方撞击液晶 而且这个 AEB 和前方撞击液晶都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和其他车款不同的是它不是采用在当风玻璃上面的这个 Sensor 那个镜头 而是采用这种雷达波 理论上来讲这个雷达波的这个侦测会更准确 这个轮圈双色调的设计看起来很抢眼也很运动化 而且除了这个最入门的等级以外 其他车型都是打达这个16寸的轮圈 原厂配来的轮胎是这个 Continental 的 UC6 它的轮胎尺寸是 205 55 R16 V-Segment 的车款用到 20 涡太宽 代表着这辆车的稳定性应该有一定的表现 关于这个车尾的设计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细节 像是这个尾灯株 它这里有这个 Piano Black 的材质点缀 另外尾灯株同样的内建了 LED 的光条 在夜晚点亮的时候这个尾灯的识别度很高 然后它还有一个 Piano Black 的小尾翼 增加了这个运动感受 除此之外这里还黏着一个 Turbo 的名牌 让你知道它是 Turbo 车型 有 Turbo 的话它一定要有相应的设计 来加强这些运动化的感受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扰流设计 然后这边是 Carbon Fiber 的贴纸 看起来很运动化对不对 其实在国外它也有很多的改装套件 如果你买了这辆车之后 你可以去买这些改装套件来装上去 这辆车会变得更帅 打开尾箱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其实是中规中矩 根据原厂的资料 它的尾箱容积达到了 482 公升 我稍微查了一下资料 上一代的这个 Nissan Almera 是 490 公升 它稍微小了一点点 但是它同样支援这个 64 分离已被倾导功能 所以空间的拓展性上面 我相信大家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打开引擎盖 之前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引擎盖过后 所以有一点点杂乱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 不过杂不杂乱不用紧 重点是这具引擎 Almera 是我国的日系 V-Segment 里面 第一款采用涡轮增压引擎的车型 这个 1.0 公升的上缸涡轮增压引擎 可以产生最大的 100 PS 马力 峰值扭力 152 Nm 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虽然说它是 Turbo 但是这具引擎实际上还是以这个节能减碳为主 至于在动力表现方面呢 我相信涡轮的关系 就算再怎样它还是会比上一代的车型出色 这个接下来在试驾的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分享 知道大家对这个引擎的动力配置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关于这个 interior 这个内装设计 同样的和上一代的车型相比进化非常的大 其实这个内装设计就是源自欧洲的 五门先辈车 Micra 的内装设计风格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顶级版的车型上面 它有中间一个白色的皮革做点缀 所以增加了这个内装的层次感 而且这个内装的质感表现看起来也很不错 加上中间有个 8 寸的触屏主机支援 Apple Carpet 这辆车在使用的便利度上面 其实都是有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置物空间 前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置物空间 还有一个 USB 插槽 手机皮包可以轻松的放进这个置物空间里面 而且这个 USB 连接之后 插上手机就可以使用 Apple Carpet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全车只有三个 USB 分别是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中央扶手 还有一个在后座 以目前的车款来说 三个 USB 似乎是少了一点点啦 这辆车在内装的细节上面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引擎的启动键在这边 第二点就是车辆的这个 运动模式的按键在这里 第三点就是这个半数位化的仪表 这个半数位化的仪表 显示的清晰度其实还OK 但是呢在这个大太阳体下呢 你不会有看不清楚的情况 而且显示的资讯非常的丰富 关于这个前座 我个人要称赞的一点就是 这个座椅真的很好做 包覆性很好 支撑性也很好 只是我觉得这个发光棉 还是有一点点的偏硬啦 如果可以再软一点的话 做长出应该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在这个车门板上面 它采用了大量的硬质塑胶 只有在扶手这边有一点点皮革 还有这个 Power Window 的按键 在这里有一点点的 Carbon Fiber 贴纸做点缀 所以这边的质感呈现呢 是稍微逊色了一点点啦 在这个 Nissan Almera Turbo 的顶级版本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除了我说到的这个前方撞击 预警还有自动紧急刹车之外 它还有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以及这个360度的环景摄像功能 这些配备看起来都比上一代的车型还要丰富很多 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 目前的这个同级车款上面 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例如说刚刚公布的 Yara 上面 它还有这个车道偏移辅助等等的更先进的配备 所以这个 Nissan Almera 我觉得如果在配备上面 再加强的话其实是不错了 在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方面呢 它和前座的座椅有一点落差 首先就是我的头已经差不多顶到了车顶了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第二点就是这个椅垫比较短 所以我的大腿基本上是悬空的状态 如果我坐鞋一点的话 这个大腿更加是完全没有支撑 所以这个后座的设定 对于这个身高比较高的朋友 是比较不那么友善的 不过后面的话 坐两个大人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这样的座椅设定 我觉得如果是长途驾驶的话 后座的乘客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点 在这个试驾环节方面 我先说我对这辆车的总结 就是它是一辆很舒适的家庭车 虽然说它有Turbo 然后它的外观很运动化 但是掩盖不了它是一辆家庭车的感觉 首先这台车 从我拿车开始过后我开了100多公里 我对它的感想就是 这辆车的隔音表现真的是有进步 如果是对比上一代的车型的话 这个隔音表现我觉得进步的大概有一个30-40% 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我会听到比较吵杂的声音 就是我要加速 然后我拉高引擎转速的时候 这个CBT的声音 还有它会有一个飞机声就是那种 咿咿的声音 这个会比较吵一点 但是其实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剩下的细节 例如说这个底盘的隔音 抬照声的控制 还有这个风声的移植 我觉得这辆车在同级里面 都是比较中上的表现 这个是我觉得Almera做得很出色的地方 再来一点就是 这台车搭配了这个205宽度的轮胎 所以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这辆车的稳定性其实也还不错 对比上一代车型也是进步很多 它整体的调性就是比较适合 每天在市区日常代步啊 去上班下班等等的通行工具 它的方向盘助力非常的大 非常的轻盈 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转向真的是很舒适很血液 第二点就是引擎的调校 虽然说它有涡轮增压的这个帮助 但是它的冲劲并不大 它给你的更多是柔顺 这个柔顺的感觉 我还是必须说它还是很像 这一个大白气量的自然进行引擎 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CVT的搭配对我来说 我是喜欢这样的搭配 这样的组合 因为像是我现在目前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 我觉得我很血液很舒服 它给你也是一个非常柔顺非常线性的感觉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偶尔一些情况下 这个变速箱会有一点点的蹲挫感出现 会有一点点的突兀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动力配置 就是它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CVT变速箱整体带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我会喜欢的 然后这一具引擎 其实它的马力只有100PS左右 可是它的峰值扭力高达152Nm 而且它是涡轮增压的关系 所以它的扭力在2000多转就可以爆发 这个车辆的这个动力储备是OK的 我刚才从这个Nissan的总部 回来我们的Office的时候 我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一段时间 速度大概是100-110PS左右 这个速度我要超车的时候 我只要再升踩油门的话 这个引擎可以给我很及时的响应去超车 所以你根本都不需要担心 这具引擎会没有动力 当然如果是在高速公路行驶 你开到这个120PS以上的话 那么这个引擎的动力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辛苦 如果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以合理的速度行驶的话 这个动力储备完全是不需要担心的 至于这个车辆的悬吊就是维持了一贯 Nissan的这一个吊性非常非常的柔软 它在这个悬吊吸收碎震方面做得很好很出色 例如说现在我行驶在这个从不跟加流去不中的方向 这一段的这个道路是比较多坑洞的 在我经过这些坑洞的时候 Amera 的这个前弦调也好还是后弦调也好 都把这些税震吸收的很干净 虽然说它还是这个torsion beam的弦调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弦调上面 Nissan真的是下了功 尤其是刚才我特别测试了 以比较高的速度去过这个减速带 也就是这个黄线或者是Bump 它的这个吸收税震程度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 我敢说在目前的这个B-Segment 手段里面 我能够驾到有这样表现的只有Vios 所以它的这个舒适性和Vios 基本上是不相上下 这个是我觉得Amera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一般上的人买车要求的只是带步 然后有一个很舒适的乘坐氛围 不会要求每人就是一直踩油门 一直futrotter然后去pintor speed 很少人会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Amera对于一般上的基本带步的话 它做到了消费者需要的东西 只是这辆车的操控表现方面 因为它是家庭车的调性 所以这辆车的操控表现是属于比较中规中矩的 刚才我在高速公路上面我小试了一下 在一些弯道出弯的时候 会发现到这辆车的车身 在出弯的时候会有一种收不回来的感觉 这个可能是因为它的悬吊比较软的关系 除了这个车辆有收不回来的感觉之外 它这个侧倾其实也有一点点的严重 不过还是那句家庭车 我们不能够去要求它有多好多好的操控 如果你要比较好的操控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不是它所瞄准的消费族群 然后至于这个增益性蛮高的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三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我必须说的是在大部分的情况 也就是70-80%的情况下 你感觉不到这个引擎的震动 尤其是你坐在车内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一粒三缸引擎 它给你的感觉就是很四缸 除非你是在车外 车辆是启动情况 车辆是怠速 你可以看到这个引擎盖的震动是很明显的 第二点就是当这个引擎的 Compressor 在介入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感觉到这个车辆突然间震动 蛮明显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这个震动并不是时常都有 只是有时候这个引擎的Compressor介入的时候 车辆会有一点微斗 我不知道你对这样的感觉如何 我会觉得我有一点点在意这个震动 但是就是一点点罢了 我不会因为这个震动去讲这辆车不好 这样是不会的 整体而言这辆车给我真的是一辆非常非常舒适的家庭车 在我印象中 Nissan 一直是比较欧系的日系车长 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和Renod 有着非常深厚的合作关系 在这次 Nissan Almera 小改款上面 我们看到了Nissan 把这个欧系血统带来了我们的市场 也就是这个1.0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的表现好不好 我觉得还不错 这台车是不讲值得考虑的车 我觉得也是值得考虑 这一点我们要给 Nissan 一个称赞 因为如果要在本地引进这种新的引擎呢 其实真的蛮考验厂商的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大多对这个涡轮增压引擎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抵触啦 所以这个涡轮增压引擎也会影响到消费者是否考虑这辆车 而引进涡轮增压引擎呢 也会导致车辆的成本上升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考验厂商 而这一次 Nissan 做到了 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值得鼓励的一点 至于这辆车要考虑的是什么 你可能需要考虑的到是日后这个涡轮引擎的保养费 是不是会比较高一些 这一点我建议你和这个销售员了解一下 他们会给你更专业的意见 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这辆车就相当值得考虑 再来一点就是 原本我们要为这个车辆进行这个水平启动测试 但是因为这个引擎是真的没有办法摆放水平 所以没有办法测试啦 所以各位可能要失望啦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试驾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试驾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